喜欢降屏薄台的老铁看过来 2021年8月18号 非常精密的生产日期的精致成量 今天刚刚倒了四香 其实昨天倒了一香 也是同日期的 拆香之后马上就被秒掉 今天咱们再来分享一下 这个日期的精致成量 为啥呢 首先精致成量这一款酒呢 看这个特殊的logo 老毛粉们都知道 这款酒属于特工 某会谈的这么一款产品 就前阵子的 那个峰会上边的晚页 喝的就是这个 有的人说的 喝的是毛泽成量 实际它那个成量毛泽酒 指的就是这一款精致成量 这肯定不会错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日期呢 能看特别的吉利 2021年8月18号 0818 很多朋友啊 都喜欢去追求这个吉利的 数字 并且呢 我们再来强调一下 这个呢 是最后一批生产日期和批次 间隔两年的成量毛泽酒 就到这个8月20几号 有点来着啊 23号 8月23之后的生产 那个批次就变成了 2020 164还是146来着 应该是164 就变成了那个批次 所以这个是最后的 间隔两年的 好吧 好吧 咱们那个 再次继续来 开一下 那毛泽们看到这呢 也就可以跳过了 但是也好不信毛粉了 还是不知道 金字成量和那个 毛泽成量 新品毛泽有啥区别呢 这些它们都是那个 降色品的 小时银区分金字和 毛泽成量是最后分的 一个是五星标 一个是飞天标 一个是那个logo 一个是那个 呃 胶杯 对胶杯 而且呢 金字成量是带有 雾牛马 毛泽成量不带有雾牛马 这也是一笔 那个差异之一 来看五星 我就特别喜欢五星这个 具备传执的包装 质感特长 来 你看 我们这个原箱刚拆开的 我们叫啥 没折合 您看这个打开 它就弹回去了 而且这个呢 拉都拉不回去了 要使劲 使劲使劲 你才倒得开 许金字成量 得小心翼翼的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小心 您看这个位置 都会有一个魔水 但是没事 让死猜一下 就好了 来 金字 背标 成量两个字 然后 凸起的 香金边 所以呢 我们把它称为 金字成量 前标 五星三标 中外瓷苗 然后底部一个特殊的logo 1959 就是这一款金字成量 那最后呢 和朋友们再来聊一下吧 您要是在21年的时候 买这个酒的话 一万多块钱 但是到现在 就七千多块钱 买金字成量 相当不错 尤其您在 过年的时候 年夜饭上 放上这么一瓶 或者说 您那个在有 特殊招待的时候 戴上这么一瓶 那么就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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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